後面可以看到救護車火速趕到現場 那麼入口有多一民眾協助來指揮方向 那麼一名女子腰部遭砍倒在地上 而且不只女子遭砍 她的媽媽和妹妹也受傷 而遲到砍傷她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親伯父 那先聽一下鄰居的訪問 這一砍傷案就發生在雲林刺同鄉 二十三號晚間八點多 一名六十多歲的江西男子疑似為了增加產 那麼跑回家跟家人大小生 那麼一氣之下竟然是持刀砍傷 弟媳和兩個侄女 那麼根據有解江西男子 平時都在北部做鐵工 為了增加產 今年三月還曾回家雜破 玻璃 那麼當時家人也給了她一百萬元 那沒想到這回竟然是遲到來砍傷家人 那麼警方話不到場 當場是逮捕了張西男子 而遭砍了三人 目前傷勢最重的是二十歲的小侄女 頸部 背部和左手都有刀傷 目前還在江戶病房 這次除了當中